主料,面粉1500克,豆饼500克,干菜500克,主料,大豆油200克,盐20克,葱50克,姜姆10克,酱母10克,酱母10克,干辣椒5克,胡椒粉10克,背筋5克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碗中放入温水把酱母融化,盆中的面倒入酱母,边加水边用筷子喝去啦,喝到盆中还有点干粉,用手揉成团, 干菜放入水中浸泡软和,豆饼放入水中浸泡软和,泡软和的豆饼,用水洗干净,一边洗一边用手挤去水分,泡软和干菜用水洗干净,一边洗一边用手挤去水分,洗好葱,姜,辣椒,老干菜切碎,放入盆中,把葱,姜,辣椒切成末,把豆饼放入切好的干菜中,把葱,姜,辣椒放入盆中,加入胡椒粉, 调,咸,味精,搅拌均匀费肉,面用手指搓动,不回缩就说明面搬好了,把面搓成长条,再切成小面剂,撒上干粉按点,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后两边薄的皮,皮中包入线,左手按住线,右手开始胸口,包好,蒸多钟入水,放入屁股,包好的包子摆好在上面,盖上盖子,等水烧开, 再大获20分钟就可以了,方便技巧,此些要多放松,姜,胡椒粉比较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